大家好,我是謙sir,今天想用一分鐘的時間跟大家講一下小麗芹sir的三個錯誤 第一個 你會見到這支弓好像月亮形這樣動的 其實是因為你的手腕沒有根據這支弓的角度去做相應的調節 只要你動手腕 它就會很直 第二個 你會見到你在拉的時候 這支弓好像在線上不停地動來動去 其實是因為你的食肢沒有扣住這支弓 只要你有扣住 你就可以保持到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在拉 第三個 都是很多小朋友會玩的錯誤 這支扣住了尾 令到自己可以拉到很少的弓 用不到上半的部分 只要尾指是伸直 食肢是扣住 就可以 用完整支弓的了